我首先就要講,如果能力不到高手級,這麼做就是在早死 上一集我用編解角度給地獄樂一些創作上建議 這一集我要拿地獄樂跟我的英雄學院獵人做對比 講解一下讓新角色登場這回事 首先我要從新手集的地獄樂開始講起 我們可以看到,在地獄樂裡 第五話之前從未多講名古這角色 到了第六話,突然直接開一整話的支線從頭講他 我要表達重點在 觀眾通常都是跟著主角去認識故事的 所以介紹其他角色最順暢的方式通常是透過主角 貼著主角去讓新角色登場 如此一來,故事就不會像另開支線講新角色這樣有中斷感 又突然對故事有陌生感 但有時候新角色會像名古這樣 直接出現 可能在主角旁邊也可能不在 可能會中斷主線故事也可能不會 像西索就突然出現在主角旁邊 主線是沒斷,但他的出現跟主角無關 名古就沒出現在主角旁邊 主線斷了 他的出現也跟主角無關 總之就是突然出現陌生人就有重要戲份的那種 這做法到底好不好? 我只能說如果創作者很厲害 那沒差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如果是新手 貼著主角風險比較低 貼的意思是他的登場跟主角有關聯性 而且最好就在主角面前 我會說地獄樂這樣是新手機 不是這做法很簡單 可是很多創作者通常找不到更好的方式 才只好這樣 因為簡單明瞭 直接開一條線好好講他 不必思考主軸如何融洽的相融進他 然後支線講完他 再讓他直接撞進主軸裡就好 就可以在主軸裡用到他了 但這方式最容易做出來 卻又很難做好 所以我會說是新手機 意思是新手很常發生的做法 也很容易栽栽在做法裡 那做得好還算新手機嗎? 我會說只要做得好 都很難 都是高手機 所以除非天賦不錯 能像復健那樣做到時時刻刻都勾人 要不然最好少做 突然開支線介紹新角色 毫無鋪陳的角色 突然登場就變重要角色這種事 不過在地獄樂裡這一話 好正他支線沒有開太遠 尾巴有接回主線 而且還是在協助介紹主線的東西 因為主線也正在探索這個秘境 然後有把名古個性上鮮明之處 透過秘境去發揮出來 所以整體來說是有做好的 那像槓 就是所謂的貼著主角了 他的出場方式就跟主角直接關聯 這就是我下一個要講 我的英雄學院的專業級做法 貼著主角介紹新角色 你有沒有想過 每個角色都要貼著主角介紹 哪有可能 不可能每個新角色都跟主角的關聯性吧 那怎麼辦 貼著主角是簡單來講 他的原理是 貼著觀眾熟悉的角色 去介紹陌生角色 這樣一來 故事就不會處在 全然陌生 完全中斷的感受裡 至少有一半是接著的 至少有一半是熟悉的 所以可以這樣做 用主角介紹角色A 等A讓觀眾熟悉了之後 用A介紹 BCDEF 或G 再以此類推介紹下去 那就可以像蜘蛛網路一樣 把角色關係擴散出去 這樣一來 永遠都有辦法找到 觀眾已經熟悉的角色 來幫忙帶出陌生的角色 有強烈記事感了嗎 我的英雄學院就很愛這樣做 透過主角介紹歐爾麥特 再透過歐爾麥特 介紹他師傅 介紹原本的接班人 再透過原接班人 介紹歐爾麥特的前合夥人 都有一個跟熟悉角色 重要關聯性 甚至我因你還做得更徹底 已經透過熟悉角色介紹出來 還立刻進入主軸 黏著主角 或者應該反過來說 原本就要進入主軸了 還要透過重要角色 去介紹登場 這就是最最最 保險的做法 你看通行這角色 其實就算沒有扯一個 接班人的身份 關號後續的故事 也還是很有魅力 只是那魅力會需要 慢慢累積起來 但如果跟歐爾麥特 扯在一起 用他來介紹 通行接班人的身份 他根本還沒登場 觀眾對他的期待值 就已經點滿了 只要再多著一個 用原接班人跟 現任接班人的差別 製造戲份就好 那即使故事發展都差不多 魅力值就是會被接班人身份 墊得更高 這就是找關聯性史 有機會順便增加的buff 我為什麼會說這是專業級 在我的認知裡 懂得選最好發揮的 讓故事增設最多技巧 就是專業的行為 專業的第一步 而貼的熟悉角色 就是最容易讓故事增設的做法 很多優秀作品就會選擇 用這做法 來讓故事加很多分 而不是更刁鑽的做法 光確保不扣分 就要花很多力氣 我的英雄學院 就確實發揮得很好 這些關聯性的後續發展 都沒有明顯後分之處 加分之處都加很大 最後就來到地獄級別的獵人了 還記得這兩個傢伙嗎 經過剛說的 知道我要講什麼了嗎 這兩個為師的 就是毫無鋪陳 毫無角色關聯 就這麼登場 就有超重要戲份了 還重要到身份是師傅 而且是主角群的師傅 然後就真的只有教學而已 一點都沒多介紹他們 我首先就要講 如果能力不到高手級 這麼做就是在找死 我想看很少讀者看到這兩人登場時 有意識到這有多難寫吧 焦點都放在他們在焦什麼 這就是猛的地方了 能讓觀眾群起吶喊 這哪來的 太突然了吧 怎麼路人直接變師傅 不是應該是獵人王的左右手 或傳說中的獵人來當師傅嗎 老實說我無法告訴你要用什麼技巧去做到 因為這無關套用什麼技巧 這需要登場時機 角色刻畫 故事發展方向等等 各方面能力都到一定程度 才有辦法做到這樣 那就要對作品風格 故事整體狀態等等 都精準掌握著 才會抓著準登場時機 角色適合的刻畫 要發展到什麼程度 關係要斷在哪 或不斷 而且以上都達成了 也只是保證不扣分而已 能加多少分 那又是另一個地獄級 那在我講那麼多之後 應該很能夠理解 如果小潔的師傅 是金的老師 庫拉皮卡的師傅 是雷扎之類的 那看點會有多好寫 比較之下 原本的做法 有多難寫 所以小潔第二個師傅 不能再路人了 那會直接超越地獄 進入未知領域等級了 復健就終於要拉個關聯性了 讓他變成雲骨的師傅 所以如果小潔第二個師傅 還是路人的話 那我應該會邊看他教念能力 邊像是在看燒腦劇吧 不是念能力系統燒腦 是看復健到底要怎麼弄 最後要回復一下上支影片的內容 我說地獄樂故事內容 都在談論生存之道 我們可以看到地獄樂 從低話開始 就在談論主角過去 主角又如何因為老婆 而有了生存意義 決定為了老婆活下去 後續故事也持續談論了各個角色 過去 生存意義為何而活等等 甚至是這些四刀人 他們還被犯人們影響觀念 然後敵人又有這就活得不像人的 或活了千年的 主角們又是為了永生的要而來 結局又給我們看這畫面 好像在說永生不見得能活得像想像中的人 應該可以理解了吧 用生存之道概括應該算適合 然後我之前說過 故事開頭是拿來定調整個故事的 地獄樂就有做到 開頭主角為了某個依依而活 確實定調整個故事 這集就到這 下一集一樣會講地獄樂 我要拿他跟進階的巨人做對比 這集中文字幕提供